孟晚舟二与加息时间周三进入最后阶段,聆讯将至本月20日,之后法官将裁决孟晚舟的去向。 法律专家分析,陛西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最终将基于判断控辩双方争执的四大论点来做出裁决。 这些论点分别为,美方基于政治考量提出起诉,执法人员侵犯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美方向加拿大提供误导性资料,以及美方的起诉违反了国际法。 陛西大学全球政治与国际法教授拜尔斯和引渡法专家温哥华律师伯廷军认为,孟晚舟被判获释的机会不大,但两人对一些证据在法院中将如何发展,持有不同意见。 孟晚舟一方提出的其中一个论句指,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中可见,这次起诉受到政治干预,以作为美中贸易的谈判筹码。 但拜尔斯指出,随着特朗普的下台,这点已无关重要。 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拜登将以政治干预案件的审理。 辩方第二个论句指,皇家骑警和边境局人员在机场警察孟晚舟时,没有被告知当局对她发出逮捕令,这违反加拿大宪法第七条。 拜尔斯认为,这是唯一有可能说服法官释放孟晚舟的理由。 第三个论点指,美国检察部门向加拿大提供了一份内容不可靠的记录文件,令家方在引渡聆讯中受到误导。 辩方指,汇丰银行完全知道华为的附属企业与伊朗业务的关系,所以不存在诈骗成分。 但对孟晚舟一方不利的是,法院上月驳回了辩方律师要求成交汇丰新提供的文件作为申辩正义论点的证据。 辩方第四个论点指,在国际法上,美国无权起诉孟晚舟,因为美国的法律并不实用于中国。 而家国有责任保证孟晚舟免受美方,以违反国际法对她造成侵害,不过即使法院判她需要接受引渡,司法部长也有权决定是否执行。 而无论法院在两周后如何判决,孟晚舟立即回国的机会都很小,因为控辩双方都有权就裁决提出司法复合,将引渡聆讯延续至另一个漫长的阶段。 孟晚舟案在加西时间星期三进入最后阶段,聆讯将会一直至今月20日,之后法官将会裁决孟晚舟的去向。 法律专家分析,卑斯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最终会寄于判断碰便双方增持的四大论点作出裁决。 这些论点分别为美方基于政治考量,提出起诉,执法人员侵犯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美方向加拿大提供误导性资料,以及美方的起诉,违反了国际法。 卑斯大学全球政治与国际法教授拜尔斯和引渡法专家温哥华律师博庭都认为, 孟晚舟被判获释的机会不大,但两人对于一些论据,在法院之中将会怎样发展,持有不同的意见。 孟晚舟一方提出的其中一个论据,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之中可见, 这次起诉,受到政治干预,以作为美中贸易的谈判筹码。 但拜尔斯指出,随着特朗普下台,这点已经无关重要。 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拜登将以政治干预案件的审理。 辩方第二个论据指,王家骑警和边境局人员在机场折查曼晚舟时, 没有被告知当局对他发出逮捕令,违反了加拿大宪章第七条。 拜尔斯认为,这是唯一有可能说服法官释放孟晚舟的理由。 第三个论点是指,美国检察部门向加拿大提供了一份内容不可靠的记录文件, 令到家方在引渡聆讯之中受到误导。 辩方指,汇丰银行完全知道华为的附属企业和伊朗业务的关系, 所以不存在诈骗成份。 但对于曼晚舟一方不利的事,法院上个月, 驳回了辩方律师要求呈交,汇丰新提供的文件作为申辨这个论点的证据。 辩方第四个论点指,在国际法上, 美国无权起诉曼晚舟,因为美国法律并不适用于中国, 而家国是有责任保障曼晚舟,免受美方以违反国际法对她造成侵害。 不过,即使法院判她需要接受引渡,司法部长也有权决定是否执行, 而无论法院在两个星期后如何判决, 曼晚舟马上回国的机会都很少,因为控辩双方都有权就裁决提出司法覆核, 将引渡聆讯延续到另一个漫长的阶段。 您的连开简单。 您的那边有各种情况, 您的地就想问不通。 您的好,您的依规点。 感谢观看